国内有许多新村近几年来都面对少子化、人口老化和人口外流的问题 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新村改名叫老人村 因为新村都沦为退休之地了 为了挽救这样的局面 槟城大山脚马张五墨新村 当地人就集思广义 发掘村子的各种潜能 其中迈入第三届的马张五墨新村节 也趁着农历新年来临之前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借着当地新村的文化特色 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参观 注意注意前方有醒时出没 不过武师在哪里嘞 别急别急 你看小朋友们拿着纸皮 这里剪剪那里剪剪 DIY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武师 迈入第三年的马张五墨新村节 昨天吸引了超过40名的小朋友 参与武师制作工作方 这些小朋友在大人的协助下 分工合作发挥创意 设计出一支支独一无二的武师 而眼前这一对父母也带着孩子 大老远回到家乡来参与活动 去年看到 然后他们做很想做 然后就前面这里头 鱼头过带他们上来 来参与活动 我是大三角人 但是我已经搬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创意武师都是利用废弃物品 像是报纸和布料 来当作制作材料 这名家长除了在武师尾 加上了蝴蝶鞋更是将废物利用 发挥得连理尽致 她姐姐的这个 鞍头发的已经没有再用了 她的爸爸的破衣服 所以我来剪 那个是她的颜色 那个男说她的嘴 这个是她的衣服 我接成这样子了 那无论是家长还是小朋友 大家都乐在情中 有小朋友在完成作品之后 在现场无奇省事呢 而主办方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一家人享受亲子乐趣之余 也让孩子们从中学习 那以大致是你感觉 让孩子也会珍惜一些 这个是他 对 很像有一个音乐 给人家看到 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个 这个东西出来 一只只环保武师造型各异 都是家长和孩子们合作的结晶 更是孩子们对武师的想象 那现场也请来了醒师队 教导小朋友武师的技巧和方法 那所有的参与者也拿着自己的成品 来张大合照留作纪念 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就大功告成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专业的醒师团敲锣打鼓下 小朋友显得无比兴奋 拿着自己刚刚制作的武师头 跟家人一起沿着新村采接游行 延续当地的传统 马张不过新村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统 就是每年初一我们的醒师团 都会家家呼呼去拜年去采清 所以初一大家都会在家等 醒师团来跟他们拜年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传统的文化 一直流传到现在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更加的 去认识自己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小朋友们高举武师的模样 动趣可爱 除了吸引村民眼界为观 更是吸引了有族同胞 以探究竟 让马张五墨新村 提早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气氛里